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援助第九十三回,唐僧一行来到了天主国,这一离灵山很近了,进门时,被人拦住了,他上前施礼道,贫松是东土唐朝钦差灵山大雷因建国求经的,随身有官文,入朝赵燕,借大人高雅一些,势必就行。 大家注意这里面的关键词,东土唐朝钦差,不仅在这回里这样说了,在很多章节里,唐僧也是这样说的,经常看西文的朋友,肯定对这句话不陌生,钦差在此,哪个敢放肆? 钦差,就是皇帝亲自派出的执行特殊任务的人,建官大一级,没有水感阻拦,那是相当的牛叉,相比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,气势就弱了很多,为何唐僧走哪里都把这个特殊身份挂在嘴边呢? 有两个原因,一是唐朝,在那个年代,那是威震四海,一般小国家,听到大唐的名字,立刻膜拜不已,唐僧作为李世民的钦差,那名头可比如来二徒弟响亮多了,其次,唐僧虽然是转世高俗,但他从未承认过,或者说,如来还没有答应他泄露身份, 至于外面的人怎么说,那是他们的事,在这一点上,唐僧的嘴非常紧,可见,人家是在官场上问他的,知道哪些能说,哪些不能说,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,吴承恩可是明朝官场中人,在书中,自然要体现东土厉害,吴时也非常遵守官场规定,每个人该说什么话,绝对不会乱, 唐僧这个神秘身份,为何很多人不当回事呢,因为大家也就把他当成一个取经的,相当于今天的快递员,这有什么稀奇的,他们不知道的是,唐僧取的这个经,可非同小可,主要是为了李世民召开水路大会用的,为何召开水路大会呢, 因为李世民的父亲兄弟大哥,都被他扛死,地府领导明确说了,不开水路大会,就叫你的皇帝当不长久,这一点,唐僧是心知肚明的,因此他这个钦差则认可不清,但是其他人并不知道,所以,也就不当回事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